修罗武神 第5978章 关于母亲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此话一出 借天念温和的脸上竟浮现一抹复杂 短暂沉默后才开口我不想瞒你 我也不清楚 你母亲现在的情况 我打探过 但始终打探不到关于你母亲的消息 足内也确实有些不好的传闻 但以我父亲对你染青的偏爱 我不相信他真的会伤害染青 我猜测 你母亲并无大碍 但只是我个人猜测 借天念叨 但对于借天念的回答 楚风却冷然一笑 借天然 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你相信他 确实 我父亲行事 有时是有些极端 但我的猜测 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决定 借天念叨 这是何意 楚风问 楚风 你觉得姨母的实力如何 借天念问 姨母的实力很强 楚风道 听闻此话 借天念淡淡一笑正常来说 我早该踏入天龙境了 但曾有人给我建议 要我稳固境界 再进行突破 从那以后 每将突破一个大境界 我都会进行稳固 并且受益匪浅 所以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压制自己的修为 故意不突破 但我若想 随时可以突破 借天念叨 所以姨母 实际上已是天龙界灵师 楚风问 嗯 借天念点了点头 旋即到 但是当初给我这个建议的人 不是我的父母 也不是族内前辈 而是我的妹妹 你的母亲 当时的她 未满二十岁 听闻此话 楚风沉默了 她当时未满二十岁的母亲 想必境界还远不如自己的姨母 但却能够给实力 比自己强大之人提出建议 可见其母亲对结界之术的理解与观察 当年便十分了得 至少是远在同时期的自己之上的 当然 这也与楚风从小在下界成长 所接受到的资源以及知识 都注定了楚风成长速度会慢 但却不可否认 她的母亲 的确是天才中的天才 其实与你说这件事 是想告诉你 我的天赋不差 但你母亲的天赋 强于我百倍不止 我猜测 你母亲无碍 是因为我坚信 她有自保的能力 尽管 我也知道 我父亲不简单 倘若她真的铁了心 确实很可怕 但你母亲 又何尝不可怕呢 我可以这样与你举例 倘若在你母亲与我父亲之间 非要选择一个人作为敌人 我是更不想与你母亲为敌的 借天念笑着说道 多谢姨母解惑 听到这里 楚风悬着的心踏实了不少 相比于其他人 借天念直接对自己母亲的实力 给予了肯定 而楚风也觉得 借天念没有欺骗她的必要 毕竟她的天赋 也是传承自她的母亲与父亲 她都有本事与七届圣府周旋 她的母亲修炼了那么多年 又怎会真的坐以待毙 任由七届圣府处之 和姨母就别客气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 不过 不妨边吃边问 凉了可就不好吃了 借天念说话间 将一个鸡腿拆下 夹到了楚风的盘中 尝尝 这道菜是你母亲的最爱 楚风尝了一下 确实味道不错 好吃 只是姨母 怎么都是肉 没有素 楚风问 因为你母亲只喜欢吃肉 你喜欢荤素搭配吗 那看来和你母亲不一样 姨母去给你加两道素材 借天念说话间 便起身去炒菜 姨母 不用了 已经够吃了 楚风连连摆手 她只是随口一说 可丝毫没有别的意思 不麻烦的 很快 借天念说话间 已经来到取出食材 准备开始清醒 姨母 真的不用了 见状 楚风赶忙起身 拉住了借天念 借天念回头看向楚风 露出极其温暖的笑容 楚风 别劝了 姨母 也不是经常有机会做饭给你吃的 听闻此话 楚风神情将主 好了 去坐好 先吃着 我很快就好的 借天念将菜放好 双手抓住楚风的肩膀 将楚风推回到座位上 随后便继续做菜 借天念这执意的 举动 以及那一句话 让楚风鼻子有些发酸 心中的暖流 更是涌变全身 楚风知道 借天念对她好 不是客气 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 想对自己好 自己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怎么没有素 纯粹是好奇 而不是要求 借天念不是愚蠢之人 必然也清楚这一点 但她却也意识到 可能平时必然也是 喜欢吃素的 不然只吃肉的人 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所以 她便执意要给楚风家 两道素菜 并不是在意楚风的看法 而是意识到事情后 想尽可能地为楚风做得更多 只有家人才会如此 楚风 还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哦 和姨母没什么不能说的 借天念叨 姨母 你是不是早就在那个世界了 我与图腾九道交流应对之法 还未开始布阵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已经在了 楚风问 虽然借天念的实力 她不质疑 可是楚风的阵法 可是出阶密点 那么轻松地 就将那阵法破开 楚风觉得 借天念应该是早就到了 她也亲眼看到了 楚风的阵法布置图 从中找到了破绽 才知道如何破解 是 我隐于阵法中 所以你们察觉不到我 说起来 你的出阶密点确实厉害 若不是看到你的阵法布置图 还真不容易破开 既然聊到这 倒是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七届圣府的天道密点中 可没有出阶密点这一阵法 借天念说道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